最近對韓國瑜的黑骸是 毫不見斷 比如說之前星期三 趙天宁委員就講說 上班了 上學了 出門了 成員民眾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講說高雄大火 空屋 你師父還在睡 還沒有醒 韓國瑜你在幹嘛 可是問題是韓國瑜那天 明明早上7點4 5分 就已經遭及各局處 已經來處理這個事情了 老實講 他急忙忙 跑去現場幹嘛 他又不是消防人員 他去根本是妨礙救災好嗎 我們如果要以 同樣的標準的話 桃園昨天虎頭山 也滿場大火 趙天宁委員 你怎麼沒有海K鄭文燦一頓 你怎麼晚上不去 趕快去視察 不去現場救災 鄭文燦為什麼都沒事 鄭文燦為什麼都不用去 反而他們就去 沒有特別寫鄭文燦 他就完全忽略這件事 完全忘記這件事 因為鄭文燦不需要去 看顏色嗎 對 只有韓國瑜才重要 鄭文燦就不需要重要 你這麼親視你自己黨的同志 所以他們就是 不斷的用這種方式 不斷的再去黑一個人 這個是誰 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他們好早好早 以前就開始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大選前有一個 很關鍵的一個新聞 什麼 楊慧如 楊慧如現在已經確定 2月14號他要出庭 如果他不出庭的話 可能要被拘提 問題是楊慧如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 其實現在楊慧如是被蔡福明 也就是他的下線咬出來的 當時楊慧如就成立一個高雄組 他在高雄組裡頭 他就貼文章 每一個都用編號顯示 這篇文章我要推 這篇文章我要須 然後這篇文章我要用酸的 或是這篇文章要高調 高調就是要讓他一直浮在上面 不會掉下來 他都用這種方式去指示 然後蔡福明自己 還成立一個反統葉勇軍 他就負責招募指揮網軍作戰 楊慧如一給他指示 他馬上傳達給他的下線 然後這些下線 再截圖給他 給蔡福明 然後再拿去跟楊慧如請款 這不就是標準的網軍作業 現在被查出來 你知道檢方手上是握有證據 因為楊慧如給他的指示 直接講說給蔡福明的指示說 業主說好像上面那些 都沒有處理 這也就是8月30號 到9月1號的時候新聞 當時也就是大阪辦事處 出包的那個時候 你知道也就是日本在那邊 關西機場那邊出現問題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蓄意把整個風向 帶到大阪辦事處去來 請問一下 這個指示的業主到底是誰 這個人不需要抓出來嗎 因為這顯然才是真正的網軍頭子 楊慧如只不過是他手下了 楊慧如也只是聽命辦事的 對 也只是拿錢辦事 也只是按照他的指示辦事 所以真正的重點還不在楊慧如 是要把這個業主揪出來 但是我們的檢調 真的做得到這件事嗎 我們可以注意到 講到1450 大家就想到誰 楊慧如 楊慧如現在這時候 北檢要查他 但是我們突然之間發現了 裡面有寫說 四眼寫到業主說 好像上面那些都沒有處理 這代表一件事情 楊慧如上面還有頂頭的上司存在 也就代表說 楊慧如並不是那網軍的頭 而是上面還有更高的頭 存在那其中 可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現在在這個時候 所有的媒體幾乎一面倒著 在監督的就是那在野黨 而且綠營的網軍的力量 現在也讓藍營的人 幾乎是難以招架的狀況 面對現在整個整合的民進黨 有話 我們看到 分裂的國民黨如果再不改革的話 那有辦法去招架得住嗎 這樣子我把楊慧如的政治口語 跟各位講一講 什麼叫做玩 玩的話就是測風向他的業主 他的業主應該姓高 姓李 他們這些人 也姓洪等等那些 他們就是用一個玩 然後先去測風向 這邊我舉一個例 草包是誰說的 不是民進黨說的 他們一直講都是國民黨 誰誰誰誰誰講韓國瑜是草包 那韓國瑜怎麼辯駁 到了最後大家通通相信的 這是貴黨同志自己說的 不是那我民進黨 那我民進黨只不過是天油加醋而已 那請問一下你要韓國瑜怎麼解釋 所以我們現在看 當民進黨的1450 還有14家匯流公司 它可以成立7家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我已經提醒國民黨 你們的網軍究竟是在哪裡 能不能用玩 推 虛 酸 封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做一個反擊 無奈 國民黨雙手一攤 我沒有資源 我也沒有錢 好 你沒有資源 你也沒有錢 曾然民進黨是用國家的資源 來搞網軍 但是這些網軍的蹤跡 你總該知道吧 結果 洪威 對不起 我問過你們國民黨的一些人 他們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做1450 你們的高層 竟然不知道什麼叫做1450 他們國民黨高層 居然還不知道什麼叫1450 對 他說 他們不死人間煙火 蔡英文還在質疑國民黨在養網軍 結果高層根本不曉得什麼叫1450 好 我現在跟你講 你們國民黨副秘書長陳吉的 突然跟我講 1450不是農委會的嗎 農委會的 我說 我說1450是通稱 他說那我不知道 他說那我不知道 那請問這場不退稱的戰爭 國民黨他要怎麼打 對不對 一方面沒有資源 另外一方面 窩裡反 然後第三方面 你不會像楊慧如玩這種東西 玩 我再講一次 他是說玩 推 虛 幫 酸 瘋 他們就用很簡潔的字 你下線一看 你就知道怎麼一回事 我就馬上處理了 看著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他們現在2020 已經是要全面執政了 可是國民黨自己也說 要全面的檢討 但真的知道他們自己輸在哪裡 他們自己內部的 現在的隱憂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90%的媒體 繼續在黑韓國瑜 可是國民黨裡面有些人 他們現在這個時候 不救援就算了 還在繼續扯韓國瑜的後腿 問題如果不能夠解決 國民黨以後不敢推派出來 鴻衛 看起來 現在這個時候 即使推誰出來都沒有用 因為未來很難 擋下綠營的攻勢 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今天國民黨 自己內部不團結 你就很容易被人家各個擊破 其實我們一再講說 比如說像現在的媒體環境 對於國民黨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 可是比如說你看 中天電視的政論節目 有沒有請綠營的朋友來 有 你有沒有看過 哪一個綠營的名代 或綠營的名嘴 在大選的時候 去批評他的候選人 有沒有 沒有 不敢 絕對都是支持自己的候選人的 對 他即便 也許他可能辯護得弱弱的 也許你覺得他辯護得很弱 但是他絕對不會 以黑自己的候選人 或黑自己的政黨 然後來引起通告 因為他不敢 他回去之後一定會被處理 可是藍營不是這樣子 然後你越黑 反而你上通告的機會越多 打著藍席 反韓席 然後主要是 國民黨最後不會怎麼處理 不會處理 所以大家有樣學樣 所以我老講 我覺得最寒心的地方 比如說現在 韓國瑜面臨一個罷韓的危機 說實在 現在國民黨內 大家講改革 再講主席講得風風火火 但是除了江啟成 大家記不記得 江啟成曾經說 他說這個改革 國民黨要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其中一個 大家團結起來 來幫助韓國瑜 度過他的罷韓危機 除此之外 有人講話嗎 沒有 大家不是裝傻 然後就覺得說 這是你韓國瑜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去面對你的罷韓危機 好像民進黨今天追殺韓國瑜 是韓國瑜自己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們是這樣一盤散殺 如果我們這樣一一點 這個核群的觀念都沒有 民進黨就是這樣各個擊破 他今天收拾了你韓國瑜 接下來你覺得他要收拾誰 我為什麼說 大家不要去小看 整個罷韓的效應 如果韓國瑜被成功罷免的話 2022年我們縣市長 縣市首長立刻要選舉 如果被罷掉 你知道有多少 這個國民黨的支持者 比如說你們講韓粉 韓粉沒有200萬 又100萬對不對 這些人 他會怎麼來看待你國民黨 你2022你還要怎麼選舉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可以覺得說 我可以做閉上官 我可以隔岸關火 我可以至少門全選 我覺得這件事情都不關我的事 你知道過去 大家記不記得韓國瑜 當年他在北農的時候 他就被民進黨的新潮流追殺 那時候因為新潮流 要北農的總經理 所以開始追殺韓國瑜 記不記得韓國瑜當時曾經說 他曾經希望能夠 國民黨有一些人 或者有一些立委能夠去協助他 可是他跑了以後 他發現他孤軍無援 沒有什麼人願意 去對他伸出援手 我覺得現在的國民黨 是不是在重蹈覆撤 這真的是我們必須要想清楚 要看明白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在這場 罷韓的這個風波裡面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政策上 我不要去刺激 讓韓國瑜的這個罷韓的人 讓他們有吹票的作用 這是另外一種 就是一種策略 可是現在是如此嗎 真的是如此嗎 還是我們對這一場罷韓 大家太冷漠 大家太坐必上觀 大家太這個至少門前選 再一次的展示 國民黨真的不夠團結